自中国时间3月21日东航MU5735航班失事以来 搜救人员在进行紧急救援的第七天 终于找到了第二个黑夹子 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于26日晚确认 机上132名乘客和机主人员已全部不幸遇难 东航MU5735航班于3月21日下午由昆明飞往广州 在飞离广西五州上空时 飞机突然急剧下降 机头朝下坠毁在山谷 机上一共123名乘客和9名机主人员 此次事故是自1994年以来 国内本土最严重的空难事故 目前造成此事故的真实原因还在调查之中 有分析指出目前已排除天气和鸟机因素 有关官员表示 当空管人员发现东航MU5735高度巨降时 曾试图与机上驾驶员联系 但并未得到任何回复 MU5735航班的第一个黑匣子已于23日下午被搜寻到 此飞行记录仪被初步断定为驾驶舱记录器 其主要记录驾驶舱的各种声音 目前展开数据下载及分析工作 随后广西消防救援人员在周日上午9点20分左右 在事故现场撞击点东侧山坡 距离撞击点约40米的位置 发现了第二个黑匣子 这次发现的记录器是飞行数据记录器 用来记录飞行中的高度、速度、航向上升、下降率等状态参数 此匣子外观较为完好 但有部分损毁严重 中国民航局安全监察专员朱涛在会上称 搜救人员在翻开一块树皮后 发现了录者承设的圆柱形金属灌体 经过对表面尘土清理 清晰的英文标识就显现了出来 该记录器目前已被送往专业部门进行一码工作 目前东航方面已正式开启理赔事业 东航集团已组建了专门的小组来负责此次的理赔工作 与家属沟通具体的理赔细节以及方案 有专家预测 本次空难的赔偿可能每人超过200万元人民币 飞机保险和人身意外险重的赔偿金额将达数亿 那么现在两个黑匣子都已找到 为何搜寻工作并未停止呢 对于此次事故调查又有哪些挑战呢 民航局专家表示若能找到更多的飞机残骸和搜集其位置分布 便更加有助于帮助获得信息 例如飞机落地知识和撞击角度等 而这些数据会用于和飞机数据记录器的数据进行比对 为事故调查提供证据和线索 此外专家组还认为目前有三大挑战会为调查工作带来难度 一、飞机从高空中垂直下冲 期间对空管呼叫无任何反应 也没有挂出任何紧急代码 二、飞机撞击厉害 大量的飞机碎片散落 很难重现坠机事故场景 三、当地连续多雨 搜寻过程中抹去了很多痕迹 搜寻证据困难 专家表示 尽管后续工作会花费一些时间 但相关部门一定会尽快查明真相 给国家、社会和遇难家属一个交代 有关于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